徐先生在杭州滨江工作 去年10月份 他在杭州派特健身香艺店 办了一张会员卡 买了两位教练的20多节词教课 课程上完后 他打算继续锻炼 我当时想健下去的原因是因为 健身下来确实感觉自己也长了几斤 你健身之前多少斤 健身之前100斤出头吧 100斤多一点 你有1米8几 你目标是想要多少斤 134 你为什么体重不胖 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个体型 吃的少 食欲不胖 那你练健身的话 要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 除了运动之外 教练当时是建议我 少食多餐 然后平常健身完了 喝蛋白粉之类的 徐先生说 一位杨教练又为他制定了新的健身计划 他继续购买了两位教练的私教课 花了2万多 每位教练36节 一共72节 一个是常规课 一个是常规课嘛 常规课就是基础的力量型训练 还有一个就是拉伸课 拉伸课他们建议拉伸就是帮助你缓解肌肉疲劳 后来我是感觉到 课时跟我自己的认知有一点偏差 因为首先我是感觉到 你既然是拉伸课肯定是训练完之后给你做拉伸 对吧 然后呢经常是因为他们 我明显感觉到肯定是他们教练之间 课时的冲突原因 然后让我先做拉伸 然后再做常规 这是第一个不满 徐先生介绍 新的私教课上了不到10节 他决定退款了 主要是因为教练的两次爽约 14号当天约的 他约我来锻炼 然后我说吃完晚饭7点开始 他跟我发了一个OK 然后我7点04分说我换好衣服了 然后没人回我群里面 7点20分我又说了一句 我说你们两个不在吗 然后7点22分一个常规教练回我 他说我在 黄教练不在 就是拉伸教练不在 我说今天练什么 我肉身好了 是7点28分 然后他说今天练背 7点35回我的 到7点46分我问他 我说还有多久 他说换个教练带我 7点51的时候回我了 我说那改天吧 然后他后面才回我 他说我8点505分回我了 他说我刚下课 本来想让死教练先带你的 结果他去弹单子去了 跟我说了个抱歉 徐先生说他是做电商的 11月14号那天 是在双十一期间 难得安排出来的锻炼时间 结果没练成 到了12月6号 快到双十二了 他再次挤出时间锻炼 结果历史再次重演 约好8点锻炼 到了8点半 教练还在来的路上 经过这两次事情 徐先生向派特健身 提出了退费 他们要我扣除30%的违约金 要我承担 我觉得不合理 他们访约 我觉得是他们违约在先 不存在我违约 会员协议中并没有关于 退课要扣违约金的相关内容 也没有关于教练迟到 应该如何处理的条款 之前负责徐先生的杨教练 表示要上课 没有与徐先生进行沟通 前台的工作人员建议徐先生 联系之前对接的工作人员 但对方没有接听电话 工作人员记录了 记者的问题和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派特健身相议店方面 没有做出回复 徐先生表示 会向肖保伟反映情况 邮报 黄剑 记者报道 请来 吴答他 感谢 吴答他 请来 吴答他 请来 吴答他 请来 吴答你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